说住建部、财政部、人民银行发文明确 各地根据当地房租水平和合理租住面积 可提高住房公积金、租房提取额度 支持绞存人按需提取 说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认定 我国三个传统农业系统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分别是福建安西铁观音茶文化系统 内蒙古阿鲁克尔信草原油木系统 和河北涉县汉座实验梯田系统 至此我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增至18项 数量居世界首位 说日前由圆龙平团队培育的巨型岛 开始在天津市宁河区正式插秧 这是巨型岛在京津冀地区的首次大面积市中 据专家介绍 巨型岛不仅具有成本低、产量高、抗岛幅、超耐盐检等特性 还可以增加稻田的蓄水深度 让水田内不仅可以养殖鱼、虾 还可以养蛙、养鸭 让立体养殖更加丰富 好 来